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我是洪淑芬 今天真的是喜气洋洋 而在我们现场的还是香味四溢 因为看到好多的菜色 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 圆山大粪店的执行副总经理 陈凯黄 陈副总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各位观众朋友 在这边先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虎虎生风 对 真的新年快乐 今年真是很特别 这个虎年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除了要带您来吃年菜团圆饭美食之外 当然我们要告诉您一些 圆山大饭店 您所不知道的故事 现在圆山大饭店 跟你以前所认识的圆山大饭店 可能已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是不太一样 对 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景点 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都会跟你好好的来说 这其中有哪些好玩有趣的事情 首先我们来看到就是我们在桌上 真的是有点口水快要流出来了 对 这个过年嘛 我们要提出一些应景的美食 对 我们先来介绍的是这一道好了 这一道是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的佛跳墙 这是代表一年以来大家辛苦 这是丰衣足食的一个象征 对 就是在家里吃团圆饭的时候 几乎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有一道这样的佛跳墙 这也是圆山饭店的一个招牌 对 是我们的招牌 那其实佛跳墙它有分台式跟广式的 两不一样 对 所以我们今天推出的这个是 台式的佛跳墙 因为台式的佛跳墙 它通常它会放那个芋头 然后当然里面有很多非常高档的食材 包括有包背 干背 还有鲍鱼 还有我们这个炸排骨 其实事实上它里面的内容物是包罗万象 然后希望大家在一个过年的团圆里面 大家都吃得非常的开心跟丰富营养 对 所以很多人其实也都会在过年的时候 家里会准备这一道 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准备太麻烦 可能也会利用网购的方式 或者说跟饭店购买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是 现在大家都非常流行 基本上现在大家在家里 自己煮年夜饭的机会已经不高了 都是透过饭店 来提供这样的一个年菜 那大家回去只要加热 就很方便的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美食 对 所以像圆山饭店 也是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对 那除了这个佛跳墙之外 还有一道我刚刚看到的 这个端端的这个热后 真的是太 看起来 好肉人哦 其实不敢吃肥肉人 就像我要不太敢吃肥肉 可是你们知道吗 这道菜我们师傅做的 真的是入口即化 对 那我们称它是方肉 方肉 其实这个有点是类似 这个东坡肉的 这个同样的一个等级的一个食材 那你知道吗 相传那个苏东坡啊 他以前因为造福乡名 是很多这个乡亲的 都会送他很多肉 那他自己就把它制制成这个肉呢 就是去熬煮之后呢 他再把这些肉回馈给 新年的时候再回馈给他的乡亲 哦 所以有这个意义在 东坡肉这样的 对 所以这个也是 你知道吗 在过去呢 因为在农村时期 大家要吃到肉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所以一定会在过年的时候 一定会有这个方肉的 一定要准备这一道菜 对 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 很多人也会家里头有这一道菜 但如果你真的准备很麻烦啦 就直接跟饭店 直接跟饭店 对 没问题 对 而且这道菜很特别的 它是搭配了爱兰玉泉成年的绍兴 对 绍兴酒 对 其实这个 其实东坡肉它所加的这个香气 都是来自于绍兴酒 对 可以增添 可以去腥 然后增添它的香气 对 我现在一边录影 我都觉得我的口水快要流出来了 就是太诱人了 而且它真的看起来好弹牙 端端的感觉 其实它是三层肉 然后那个上面这个皮呢 它真的是 富富的胶原蛋白 所以吃了保证这养颜没有 对 我觉得我这样一看 我就觉得它 这个肥肉的部分是 入口即化的感觉 我试过了 你放心 真的是看起来非常的赞 看起来是赞 还有这一道 我们上面前面看到这一道 这道真的是非常有典故的 对 要请副总来好好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就是元山 每年就是过年一定会销售 上万个的红豆松糕 那这个也是我们创办人 蒋夫人 蒋宋美玲女士 她的口述食谱 口述食谱 口述食谱 因为这个是她在家乡的一个非常 她非常怀念的一道点心 那因为她来到台湾之后呢 没有把这样的一个 在台湾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的 美味的一个点心 所以她用口述的方式 透过她的 她最疼爱的外甥女 孔二小姐 把它传授给我们的师傅 然后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呢 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Q弹不黏雅的 然后也不甜腻的红豆松糕 那这个红豆松糕 尤其在过年 我刚刚有提到 卖的特别好 因为她有这个 轻轻松松 步步高的这个意涵 所以客人买这个回去呢 特别的就是送你大方 也特别的喜欢 其实像我之前去圆山大饭店的时候 都一定要点这一道来吃 因为就是她非常的特别 她就等于是圆山大饭店 一听到她的糕点的话 就是一定要吃这一道的 来到圆山饭店 如果没有吃到红豆松糕 大家都觉得我很像没有来圆山饭店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点这一道 然后呢 这次副总呢 真的是也很 非常有心 她希望呢 也大家分享这个松糕的味道 所以呢她特别提供了 两份的这个红豆松糕 要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网友 不是现在大家看到 这个三角形的两份 这两道我们就会先把它吃掉 是那个整个六寸的 六寸的红豆松糕完整的 就是完整的那个大的这样子 我希望就是 各位观众朋友 在过年期间 看到那个 蜀芬的节目之后呢 能够赶快留言 然后我们会送给 前两位的观众朋友 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我们在 大家看完节目之后呢 在我们影片下面留言 所有的留言的观众 都有机会 可以拿到这一份的松糕 但是我们就会抽出两位来 因为我们的留言的观众也非常的多 我相信 因为我们的很多观众 都是海内外的 对 那希望大家都有机会 就是我们有两位 希望大家祝福这两位好朋友 可以抽到我们的 红豆松糕 圆山大饭店的 这是招牌的一个糕点 江夫人最爱的糕点 对 她最喜欢的糕点 对 然后我想相信很多的 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 海外的华人 应该都口水也快流下来的 有很多我们的 海外的华人 回到台湾啦 一定要吃这个 就必吃 必吃这一道 没关系放心 即使你是住在国外 我们还是会寄到 这个给你 太棒了 太棒了 只要你能够留言 因为我相信你的观众朋友 来自四面 胡思海太多了 我们的网友呢 是来自于全球的华人 包括东南亚 还有北美也非常的多 对对对 希望大家能够 祝福这两位好朋友 抽到这个红豆松糕 真的是好好的享受 请大家永远留言 对对对 好 副总其实 我们看到这一次 圆山大饭店 其实除了在春节的时候 推出这样子的一些 招牌的一些美食之外 年菜之外 其实圆山大饭店 在这几年来 其实已经有一些 跟大家不太一样 像 跟以前大家所认识的 圆山大饭店 是不太一样的 圆山大饭店 在这几年 其实已经有一些新的 方向的规划 一个突破 其实圆山过去 大家知道 它是一个接待 友邦元首的地方 但是最近几年来 其实对于圆山而言 它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饭店 所以它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虽然大家对圆山大饭店的印象 就是比如说 不管是我们大飞机也好 或者是说 我们经过了台飞市也好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标 你一看 就会看得到这14层楼的 宫殿型的建筑 是 没错 它代表就是一种中华文化 是 所以大家其实对圆山大饭店 那种印象就是 觉得就是一种很亲切 对 然后觉得是 有回到家的感觉 回到家的感觉 那因为你只要 不管是你从高速公路 或者是飞机降落 你看到圆山饭店 我已经到了台湾 到了台北了 那其实圆山饭店 在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在推广 我们的文化的资产的一个传承 那圆山饭店 今年正好已经70周年了 70周年 我们已经70岁了 所以我们今年要换路 真的是好有历史感 人家说人生70才开始 但是我们有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要推广我们的美食文化 我们的国业文化 我们的所有的文化资产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很多客人 他来到圆山饭店 都是慕名而来 希望能够更认识 圆山的这个 他的文化资产 对 我知道说 很多人其实在过年 会特别选到 圆山大饭店去过年 因为圆山大饭店 过年就是非常有年味 对 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 对 其实我们要打造 世界华人第一个 这世界华人 过农历年最佳的一个饭店 所以我们在除夕呢 我们会有武师 然后也会邀请我们的客人 一起来跟我们 击鼓迎新春 希望集出一个好的灶头 好的运气 那初一呢 我们还会有 跳加关迎财神的活动 所以说非常欢迎 所有的观众朋友 来圆山驾村 因为农历春节 一定要驾村 那如果没有住宿 也可以去驾村 当然啊 非常欢迎 没有住宿 只要你来圆山 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圆山的这个农历 浓浓的一个农历节的一个氛围 副总我们知道说 圆山饭店在这两年 就有一些很新的景点 就是说可能一般人 不仅的每一个人 都有去看过的 我之前去看的是像西密道 那去年我们又新开发了 就是揭秘的是东密道 副总是不是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从西密道 开始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圆山饭店呢 它有两个非常神秘的秘密通道 就是东西两侧各一个 那我也提到 为什么会有东西两侧 其实它这个建筑呢 是有一个环抱 我们整座圆山这栋建筑的 这个基地的一个意象 也是一个稳坐在圆山上 其实它是建坛山嘛 但是为什么叫圆山 因为这个有一个圆山贝总 就在我们现在的 圆山捷运站这边 所以它也称作为圆山 那你上次去看的这个西密道呢 它有一个很特殊 就是有一个滑梯道 对 就有一个溜滑梯 以前 我们以前是开放给媒体 或者是一些VIP 但是我们在2019年 我们9月份全面开放之后 一直到去年 我们一共迎来了22万的贵宾 来参观 所以还有非常多人没有去过 对 尤其是国人 国人其实很多人没去过 那很多华人其实到了台湾 或者是说很多的旅客到台湾 其实都会想要去看看圆山饭店 对 都很想要去住一下 或者是去观赏一下 去去参观一下 或者是去吃个美食一下 是美食 大家都希望来 来到圆山 最希望的就是去参观的蜜道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我们还有一个东蜜道 对 东蜜道是在去年的3月 我们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蜜道 是要逃难 它的原本的用意是要逃难吗 好 我特别讲一下 因为圆山饭店过去所接待的 都是一个友邦的元首 对 那因为圆山它又位居于半山腰 对 所以有一些时候 如果万一真的有紧急状况 它必须要快速离开的时候 对 可以透过这两个蜜道 能够快速离开 那在西蜜道的话 我们的客人的坐车 它就会在现代的 你看到那个中山北路 在中山北路 它把客人迎接到 送到这个圆山之后呢 它的车会在中山北路上 那边等候 那如果真的有特殊的状况 其实说实在的 从圆山这么高的地方 只要透过这个蜜道 或是滑梯道下去 溜滑梯就下来 大概就是17秒可以到出口 17秒很快 然后两分钟就可以走到中山北路 所以要疏散非常的快 速度可以非常的快 台北市政府 还是还跟你们合作 对 它现在不是说只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它还是一个真的可以提供疏散的一个地方 如果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的话 其实圆山饭店的这个密道呢 还是列为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避难通道的地方 一个紧急避难的地方 对我们刚刚讲的西密道 那东密道跟西密道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他们一个是往建坛的方向 另外一个是往北安路的方向 其实圆山大制造 它是过去是台湾神社的遗址 对 那这个东密道它下去之后呢 它就到了神社是在前面神宫 就是那些祭祀人员做的地方是神宫 它就在东密道出口处 那在过去的规划里面呢 只要有紧急的状况必须出去的话 展工必须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密道下去之后 它的坐车会在这个出口处的地方停留 会紧急接它到大家河滨公园的这个基隆河的港口 再搭水上飞机离开这个地方 然后到桃园 桃园的脚板山公寓 所以就是一个原本规划的一个逃生的路线 但现在也变成它是一个历史遗址 对 但是我们为了要让年轻人 年轻的朋友也能够接受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出去现在变成是一个命境花园 听起来就感觉是很好打卡跟拍照的地方 所以我们有很多新人结婚 他的外拍景点会选择在圆山饭店的命境花园 哦 这好特别哦 那他命境花园连接的呢 有一个非常神秘人物的过去的住所 就是我们第一代的总经理 孔立伟孔二小姐的故居 原算大饭店的第一代总经理 就是孔二小姐 对 是蒋夫人她最疼爱的外甥女 所以她的故居就是连接的在我们的底端 现在这个故居是还有开放了 我开放了 除了保留她原来的硬体的设备 还有她一些内部的硬体设备以外 还把圆山的一些文物呢 我们在那边呈现 让大家在那个故居里面呢 能够更清楚了解过去圆山的一些历史文化 包括你看里面还会陈列什么 圆山是民国41年成立的 我们46年的账册喔 圆山的账册都还保留着 账册都是手写的 而且都是英文 英文字 好特别喔 完全是手写 我们有保留了大概100本左右的账册 还有可以看到孔二小姐她的 以前深险穿的一个外套 还有我们孔二小姐的猎枪 猎枪啊 去哪里打猎啊 我们山上 那以前山上有很多小动物 圆山饭店 圆山饭店 后山的那个圆山 看起来不高耶 早期早期有很多小动物在那边 对对 我们知道我们孔二小姐 是一个比较豪迈的一个个性喔 对 对 所以她呢 其实她在管理上面是非常严格的 嗯 所以以前听我们过去的同事讲 如果呢 她到饭店来这个视察的时候呢 她只要走过一个地方 嗯 每一个部门的同事就会跟着走 嗯 所以她走到哪里就跟着同事走 都会排一条长龙 哦 跟着然后她就会随时的指导 大家什么地方该怎么改变 嗯 所以她是真的是实际 嗯 嗯 在圆山做管理 不是挂名的 而且她经常会转达蒋夫人的意思 嗯 有一些在经营上的改变 她都会来协助蒋夫人做转达 当初圆山大饭店盖的一个历史喔 它主要是为了接待一些外国的一些元首 或是官员 所以她 她的其实她的历史背景是非常的特殊 其实圆山 呃我们曾经接待过友邦元首 一共有111位 哦 这是友邦的元首 但是 几乎所有 就是说 当年的友邦元首 都来过 台湾之后 住 就是都来过圆山大饭店 不管是参观是住宿 对 对我们第一位接待的是伊朗国王巴勒韦 伊朗国王啊 对巴勒韦 我很压抑不是美国的官员 没有 美国的艾森豪总统 他是在1960年民国49年的6月份 那时候元首 你们现在看到这种14层楼的建筑是还没盖 还没盖 对那时候他住的是金融厅的客房 是民国45年落成的 然后这个 他当时我们的整个客房100间 他就 包括他的随护啊 随行的官员 就住了90间客房 他的阵仗这么庞大 其实当时他来台湾的时候 从松山机场 一下飞机真的是万人空巷 全部人都集中在 从松山机场沿路 这样排队到仁山饭店 这个整条马路都是欢迎 夹到欢迎 夹到欢迎 所以你刚讲说 第一个来路就是国王 对是鱼狼的国王巴勒维 对 其实我们很熟悉的泰国的国王浦美彭的夫妻 他们也是在民国52年的时候 下他我们第一代的总统套房 我们第一代的总统套房就是 泰国国王浦美彭他们夫妻所住的 第一代的总统套房跟现在总统套房有什么不一样 第一代总统套房他现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后馆叫麒麟厅 那是民国52年落成的 那现在总统套房就是我们现在看到14层楼的宫殿式的建筑 他就在对顶楼 整个将近280坪 一整层啊 对有一半一半 那现在有主要接待哪一些 应该都是一些明星比较多或不会 明星对明星啦或是一些正商名流都有 对他现在已经 其实我常讲说过去圆山让很多百姓觉得他是有距离感的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要跟客人讲说欢迎光临 希望大家能够多走进圆山来认识圆山 因为现在就是圆山大饭店它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 他有很多的新的一些包含刚刚讲的景点可以提供大家去参观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美食 来圆山大饭店就一定要来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 因为你们的厨师都很特别 都就是功夫都非常厉害 其实我觉得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现在圆山在推广我们的文化 其实圆山它除了这个饭店的经营以外 我们赋予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教育的意义 就像包括其实过去说是在 你说东西两侧密到你要开放的话 完全这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因为它就是很神秘的是属于总统级的一个规格 但是呢我们都希望学生小朋友们都也能够来认识圆山 让圆山的这样的一个有七十年历史的老饭店呢 成为大家心目中它不是只是一个饭店 而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然后让大家都来深入了解圆山 刚刚副总有提到说那个第十四层楼的总统套房 我就很想知道说那现在是它也可以就是 比如说有人要去办party 或是一个比较宴会的时候也可以在那边去行 其实我们当然也要经过了解 那个办party 但是其实事实上 像我们过去曾经办过一个活动 就是在我们的外廊 我们现在的宴会的场地不会只局限在室内 十二楼的外廊 你在外廊这个一个 它可以欣赏到全台北市最美的一个业绩的地方 因为它的高度很够 对 所以从圆山大饭店望向台北市 其实那个景色其实很漂亮 很漂亮尤其是东区啊 你看到大家和平公园101 其实我们从圆山看过去东区是非常美丽的 对 所以它前面是有基隆河 后面有阳明山 对 所以它其实整个地理环境非常的绝佳 在圆山你可以住东边看日出 住西边看夕阳 非常美的夕阳 因为西边 只住一个晚上 对 西边 所以你来的话一定要住两个晚上 东边住一个晚上 西边住一个晚上 西边你可以看到的是观音山 对 是观音山 对 那在圆山还有一个好处 现在大家讲求的是要健身 对 健康 所以你如果有早起习惯的人 你可以到后山的圆山步道 去享受这个分多金 然后你可以走到这个我们的老地方 老地方 然后那个你可以 它上面有一个石头 走过吗 就是有一个写着老地方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要去老地方走一下 就是那个地方 就是走那个地方 对 从圆山呢 后山你走过去 如果你脚程还快的话 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 可以走到那个地方 对 其实蛮清静的 就是很容易清静的一个步道 对 所以真的吃喝玩乐 一整天都可以在圆山 真的感觉跟以前很不一样 不寂寞 不寂寞 好 刚刚副总提到说 这个东密道 就是说它的那个阶梯 是不是也不少对不对 我们东密道它有43个阶梯 43个阶梯 43个阶梯 对 不多 但是你知道吗 它最主要是因为它的那个落差 就是对 上下楼的落差 但它不像西密道 西密道有一个溜滑梯 对 就是说当初呢 它设计的时候可以很快速 你刚刚讲过17秒嘛 因为那个地方 它离那个士林观里 比较近一点嘛 所以那个地方呢 就是会有滑梯道的设计 嗯嗯 但是您知道吗 当时这个滑梯 讲公怎么溜滑梯啊 它真的有溜过吗 其实它 它有来视察过这样的 一个这个建筑 其实当时我必须要讲一下 这个密道一个缘由 其实它本来只是很基本的一个防空洞 那孔二小姐呢 她是有建于1945年的 这个原子弹的爆发 她觉得原来的防空洞 是不足以抵御 这个就是强烈的一个阵度 所以她找来了我们当时的建筑师 杨卓成杨建筑师 还有一个得一 应该是美籍得一的一个国防军事 国防军事专家 所以你有印象的话 你上次去我们的西米道 其实它不是一条直挺挺的 不是 它是弯曲的 弯曲的 你知道吗 这个都是有国防安全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在里面它的那个墙壁啊 不是光滑面的 它是有点凹凸的 它有一个尖尖的哦 那个叫消音间 因为你如果是 室内如果说它是很平顺的话 你躲在下面啊 你才会听到你在什么 敌人会知道你的位置 但是有这个消音间 一个迂回的一个道路呢 一个可以防子弹 就是子弹 因为子弹是直的 子弹不会打到你 对 它的弯曲的通道的时候 就子弹下来 它是就不会打到你 就不会被伤害到 对 然后呢 它还有它的消音的部分 消音间就是你躲在那边 你的声响也不会被敌人提到 那外面如果有一些巨大的声响 比如说以前在战时的时候 可能就是比如说会担心轰炸啦 这种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所以你应该还要记得 那个时候有一个防暴灯 所以有任何的巨大的震动的话 那个灯呢 不会 它即使是有任何状况 它那个碎片不会掉下来 因为它外面有一层的铁网 它就不会有造成二度伤害 但是那个灯是从那个时候盖 到现在 都还使用 都还使用 没有换过 这太厉害 所以原山当时在建筑上面 就是我曾经访问过 当时的大陆工程的一个 我们驻地的一个 驻地的主任 工地主任 他说以前那个911的时候啊 那个双子星塔 飞机飞过去炸掉 它整个垮了 但是如果相信在原山的话 那飞机会卡在里面 动弹不得 是飞机会动弹不得 飞机会动弹不得 直接卡住 是非常的坚固的 我们讲说固若金汤啊 对 所以大家真的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参观一下 西密道跟东密道 那西密道部分的话 就是现在一般的游客 都可以清进 就是报名申请的话 也可以 对 但我们现在都会有一些专案 其实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有国宴的故事 对 我们是集合七任七位总统 所使用过的国宴餐 我们一套一套把它 那个配套出来 那一共有七套的国宴餐 七任总统的国宴餐 对 从蒋东正总统 炎家干总统 蒋经国总统 李登辉总统 然后到陈水扁总统 马英九总统 还有蔡英文总统 这七位总统在原山 使用过的国宴餐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所以一般的 平民百姓也都可以吃得到 都可以享受到 都可以享受到总统的这个等级 对 而且我们的同事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故事 每一道菜的 是哪一任总统所使用的 对 他所呈现的意涵是什么 我们都会跟大家讲故事 而且不只是食材上面 不只是菜色上面 包含你们的餐具 也是非常特别的挑选过的 对 所以我刚刚特别讲的 如果大家来享用 我们的国宴餐的话 现在所使用的餐具 都是我们的国宴餐具 这个人说吃快不好都破碗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哪打破一个 我们就少一个国宴餐具 非常的珍贵 对 非常的珍贵 就是包含食材 包含的餐的这个料理 还有就是包含整套的餐具 其实整个吃起来 那个感觉上是很不一样的享受 其实我们不是要去强调说 什么一个所谓的贵族的一个享受 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体验 原山这个所谓的最尊荣的 国宴级 国宴级的一个借贷是什么样的形态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体验 从吃了这个餐之后 然后有紧急状况怎么去逃难 或者是你先去体验 现在还是 现在还是有跟台北市政府有合作 台北市政府还是把 原山大饭店列为是一个避难的一个场所 也不仅是避难 也是一个景点之一 一个是一个景点之一 我们讲说原山地区有一个十美嘛 原山十美 原山十美的第一美就是原山大饭店 所以一定要来好好的参观一下 不过我们知道说 原山大饭店在这几年呢 就是走向年轻化 然后所以你们也跟包含的熊站 有合作 有一些活动 熊站也会在我们那边写书法 写春联 应该是说写春联 送给观众朋友 那你刚刚提到的年轻化 我相信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大家都有感觉到原山的一个温度 就是我们透过我们的大楼点灯 这个部分 那你刚刚提到的年轻人 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临近的 比如说我们有明传大学 我们还有世兴大学 都在都跟我们做一些 我们在学程上的一个交流 学程上的交流 就是他们的学生 他们的学生来我们 我讲的这两所学校呢 他们会透过 希望我们也希望透过他们 年轻人要如何喜欢上原山 透过他们的企划 然后我们共同来推广 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活动 那你刚刚讲的 其实原山呢 它很重要的一个 成立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作为培养这个 观光英才的一个 教育英才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跟了很多学校 都有一些建脚合作 他们可以来这边 做餐饮的实习 或者是房屋的实习 或者是接待的实习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也跟周边的一些学校 也都有一些合作 所以原山饭店 真是肩负了好多任务 太多了 所以我们都希望就是说 其实事实上 我觉得原山饭店 大家可能以为 我们只有一个原山饭店 其实我们还有高雄原山饭店 我们还有一个俱乐部 那其实台北原山饭店 我们是打造成是一个 文化的地标 大家过去对它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建筑的地标 那但是呢 来到走进原山之后 你会有享受到很多艺术 跟一些音乐的气息 就像前阵子 我们有百家辉豪 宋春年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们原山每天呢 都有非常悠扬的音乐在现场 包括我们每天晚上 都有老师在现场演奏 然后来到原山呢 希望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体验跟享受 对 副总有没有推荐 就是说如果一般人想要去体验一下 原山大饭店现在一些新的行程的话 副总有什么样的推荐 其实我们都有不定期有推出一些 是住房的专案嘛 其实我们知道那个金国的七海 金国先生的七海文化圆区 就在北岸路上 就靠近原山的站点 其实就在原山 最近开放 对在1月22号就开放了 那其实在原山你来住原山 你可以到很多周边有很多景点 包括我刚刚讲的就是最新开幕的这个 金国先生的七海文化圆区 那结合2 3月有很多花艺花展 包括士林官邸有玉金香展 然后我们的这个原山花博区 它也有玫瑰展 那有很多景点都在周边 我相信住在原山呢 你可以 我们这个秘密为花县原山 就是花 其实原山也有很漂亮的杜鹃花 所以3月杜鹃花盛开 我们种了很多杜鹃花 其实每个季节 每个季节有不同的风景跟景色 对 是 就是说春天的时候花开 然后包含了花博 那其实远一点呢 也可以上阳明山去想花 对 它有茶花开放 对 茶花 那其实事上 现在大家讲究的是亲子的 对 亲子的带小朋友 可是原山饭店适合小朋友吗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宏伟的地方 我跟妳讲 我们最近有推出 叫做半天正地的住房专案 就是飞天转地 所谓的飞天是飞什么天 因为我们跟101合作 大家 我们跟101合作 就是可以 大家可以去101 到他们的观景台 那也可以来原山走密道 这个北梯正地 就是希望 飞天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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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希望就是说 爸爸妈妈可以带小孩子来 来到台北去了解 台湾整个 两个非常著名的地标 刚好都连结起来了 台湾双地板连结起来 对 一个台北101 一个台北 原山大饭店 对 可以飞天 可以钻地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样 比如说其他的推荐 其实 我们都知道 那个农 元宵节 对 灯会也快到 对 你要照今年的灯会 是台湾灯会 是在高雄 蛮远的 蛮远的 如果你真的 对北部观众来说是 对对比较远一点 但是如果你想要看 他们的主灯怎么办 就来原山看啊 原山就可以看到主灯 没错啊 没错没错 因为每一年 台湾灯会的主灯的模型 都会在原山展示 哦 所以就可以先到 原山饭店 可以先去看一下 那个模型的样式 那我现在不能讲 它的样子长怎么样 哦 不能讲的 对 大家一定要 应该跟老土有关吧 咦 没有 因为这几年开始 已经跟身上没关系 哦 跟身上没关系 对 像这几年 像以前 在屏东呢 它就是用那个鱼鱼啊 鱼鱼啊 就是当地的一些特产 然后去年在新竹 它应该是用灯光 光雕的那个展示 嗯 那今年是在高雄 高雄有另外一个主题 嗯 对 所以如果大家 呃 要先赌为快 因为是 它是在农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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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只要来圆山 我这样讲可能会不好意思 有消费就好 有消费就好了 你只要有发票 那我们有菜灯米的游戏 我们会有灯米 你只要这个灯米你会的话 你就拿那个牌子 去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要猜这一题 答对了就有小提灯 就是观光局送了小提灯 那如果你答不对 没关系 我们的同志一定会很努力的提示你 让你答对为止 其实我们的重点 想尽办法 对我们的重点就是在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 了解一下元宵节的这个 这个他的猜灯米的这个活动 让大家能够回忆童年 让小朋友也知道 元宵节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刚刚副总提到说 圆山大饭店已经70年了 今年是第70年 70年真的是一个非常久远的一个历史 对包含他的建筑物 包含他的一些文化的背景 包含我知道里面应该有非常多的故事 副总是不是跟我们分享几个 我们大家大可能不是很熟悉 大家都想听秘星 有没有什么样的秘星 秘星啊 其实没有秘星那个刚刚东西秘道 大概跟你们提过了 其实早期 蒋夫人她在管理元山的时候 她真的是非常的严格 因为我常常听到我们的同事讲说 蒋夫人她有时候如果出去外面参加行程 回到饭店来 那她就会去享受她的早午餐 不让去 因为她晚起嘛 那她就会享受个 比如说杏仁茶啦 五咖啡的咖啡因啦 优格啦 蔬果条 那当同事在服务的时候 她如果不满意的话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同事呢 就对于客人 客人好像她在跟客人讲话 她就用这样子比一比 抱歉你明天就不用来上班了 这这样不行 当然不行啊 这个我们是一个国家级的接待 而且你看到那个 有同事她把那个袖子卷起来 这个也都不行 所以就包含服务人员的一个 一态 这样不然那时候真的是 管理非常的严格 那比如说 我们来讲 大家都看得到了这个百年金龙 好了 元山财店在金龙厅 它有一条百年金龙 那这条金龙呢 其实事实上 我自己是没有亲自体验 但是如果最近你来元山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上面挂了两个金牌 打造的金牌 那你会想说 一般打造金牌 应该是在庙里面 对对对 人家会去还原嘛 一些佛啊观音啊 对啊 那个就是信徒 信徒去还原或去打谢 我们现在有挂两个金牌 该不会是有人送的吧 就是有宾客去还原 宾客去还原 这个金龙也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你知道这条百年金龙 它是在日据时代就留下来的 所谓百年金龙 你说日据时代 它已经超过一百年了 是当地那个神社 对 就留在神社的 你知道吗 在邻国33年 就是1944年的时候 有一家军机 它要降落在松山机场 那要降落之前 在神社这边就失事 是是把神社给烧了 唯独那条龙 依旧存在在哪里 毫发无伤 那当时这条龙 它是青铜制的龙 那因为在 我们都会觉得说 贴上金呢 让它穿上金衣 比较喜气一点 所以我们就 把它贴上金 不过我们就称为金龙 那确实有很多客人 到那边 尤其是以前过去 有很多日本客人 他都会来这边 就是许愿祭祀 其实我本身有 刚来原山之后 我碰过有两位客人 也是来还愿 只是当时 我没有把金牌 放在上面 最近是因为 前阵子尾牙 有一个客人呢 他就是要去许愿 他说希望金龙 能够让我得大奖 这种愿也可以许 有有有 结果我听说呢 因为我同事跟我讲 又有一个客人 拿着金牌了 因为他得了大奖 自己得大奖 还加码得到 五万块的奖金 所以他就来 觉得很灵验 所以这个不妨 大家 大家也去欣赏一下吧 因为这条龙 非常特别 不是 因为原山到处都是龙 所以我们原山 有龙共支撑 那一般原山的龙 都是五爪龙 是代表 皇帝 至尊 但是这条龙 只有三爪龙 是他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是日据时代 所留下的 那有什么特别 因为日本 日本当时他跟 唐宋时期 是接触最频繁的 那时候的龙 发展直到三爪龙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 做的龙 都是三爪龙 然后他有一个 他的身上呢 就是有一个鳞片 鱼鳞的感觉 他的须须呢 就像虾子的须须 他的脚呢 像鹿的脚 所以这条龙呢 是非常的百变 很特别 所以它的造型跟其他一般的龙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龙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 如果 因为它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我们也非常欢迎客人到那边 可以去跟龙 谈谈你的心事 对 真的是蛮特别的 很多 其实原山要讲的地方太多了 它甚至有一些灯柱 在户外的灯柱 都是日据时代流下来到现在的 有一些考古学家 会不会真的很难保存啊 这么久 我应该这么说 当时他们这个 工法 工法非常的 很坚固 而且 质地都非常的好 所以应该也很多的 海内外的建筑师 他们都会特别到 原山大饭店来 去观摩一下 它的整个建筑的工法 甚至有一些旅行社 它安排了就是一个 历史建筑物的走独之旅 都会来到原山 大家还是很想要知道一下 孔二小姐跟蒋夫人 一些小故事 因为毕竟对于他们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 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 大家都会特别的有兴趣 其实在原山饭店 蒋夫人 她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她都是会透过孔二小姐 来做转达 就包括刚刚我讲的 宋高也是 孔二小姐是不是脾气也很硬啊 因为之前听过一些传言 都觉得她好像脾气也不太好 也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训练出 原山这么多优秀的前辈 第一代的前辈 孔二小姐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 就是她的穿着 都是比较中细一点 那她在饭店用餐的时候 她有个规定 如果她今天是用西餐的话 我们服务她的同仁呢 就必须穿西装 吃西餐要穿西装 吃中式餐点要穿糖装 这是她的规定 她规定同事在她的服务是这样子 所以她的要求也是很高 那像她去美国的时候 包括蒋夫人 我们也有同事专程 就是我们有派两位同事去那边服务她 所以她包括她喜欢吃的松糕 孔二小姐也喜欢吃松糕 对 所以我们都会 她有没有特别在原山大阪 有特别喜欢吃的哪一道菜 其实就我听同事 以前服务她的东西 其实她吃的蛮简单 她吃的蛮简单 但是我们刚刚没有好好的 把那个故居讲一下 对 我就一直想要知道她的故居 那个故居呢 她是真的在里面住很久吗 那个是她跟她的闺蜜 休息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一个爆料的 她跟她闺蜜住的地方 所以她们在里面也住了很多年的时间 对 就是她们休息的地方 那有时候她们也会在金融厅 住在金融厅 那我其实最近我去讲一个故事 我最近去永乐市场做衣服 好巧那个帮我做衣服的 那个她的婆婆跟公公 是我们以前的同事 就这么巧 同事她是做衣服的 不是不是就是她那个是老先 她的公公以前是在我们饭店的出纳人员 今年都九十几岁了 那她有一次呢 因为她的婆婆是很会做衣服的 那婆婆有一次就拿了衣服 不要去给孔二的闺蜜啊 要四川已经做好了 结果就进来 她是帮孔二小姐的闺蜜做衣服的 这婆婆真的见证历史耶 对对对 结果她就来了这个 她在四川衣服的时候 怎么进来了一个人 那那个人就问她说 哎哦这个衣服你会不会做 她说啊你那个 因为她讲台湾国语 她说啊你那个是男生的衣服 我不会做啦 结果那个人很生气 啊这明明是女生的衣服 你怎么说是男生的衣服 那个就是孔二小姐 对 她回去问她先生 她说哎我今天遇到一个什么什么人 她先跟她讲说 啊那就是我们的总经理孔二小姐 她吓坏了 因为孔二小姐比较中性的打扮 对不过她们夫妻后来 有一度想要到美国去发展 孔二小姐跟她的闺蜜 都很热忱的接待她们 对所以私下她也是非常 有客气的一个人 刚副总有讲到说 孔二小姐的布局里面有猎枪 对有包含她穿的衣服 还有猎枪 还有什么其他 大家会觉得很惊讶的东西 她还留了一瓶酒耶 一瓶酒 对 你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那瓶酒好像是产在198几年 18199几年的酒 我还没有仔细看过 那也超过100多年 对那个是当时人家送给她的 然后她转送给一个 应该是一个她的朋友 那她的朋友知道我们要 就是故居 故居要重新再现 所以她就把这三件东西 转送给原山饭店 三件东西 你说除了酒 酒 然后衣服跟 衣服 还有猎枪 所以猎枪跟衣服是孔二小姐也转送给这个朋友的物品 对对对对对 对不起 猎枪是一直放在我们饭店保存 那酒跟衣服是她送给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转送给原山 就在乌龟原主 乌龟原主 再回到孔二小姐的故居 对对 所以我们如果一般人想要去参观孔二小姐的故居的话 对 其实就是因为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接待的这个量能 希望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品质 所以我们就是会透过一些专案 搭配来做一个最好的一个介绍 我们有非常可爱的60位志工老师 我们有60位志工老师 所以带领去做导览的是60位志工老师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戴个耳机 然后也很安静 就是不会影响到其他客人的餐馆 对 不然会跟菜市场一样 因为大家都想要去看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光去年的疫情 虽然是疫情 但是我们光 第一个月开放 就来了一万多个人了 哇 那这个容纳一万多人平均每天的量就非常的高 对 你看除以30天 对 大概就是好几百个人 所以这也是有限量 对 我们六日的话东西腻道 有时候曾经来到 一天就有2000位的客人 所以一定要有限量 我们也会做很好的这个 相关的规划跟安全 对 所以它是整个的行程 就是说去参观的时候 它会从原山大饭店本身开始介绍起 对 从原山的历史故事 其实我跟你讲 原山一进牌楼 那个牌楼就有故事了 每一个点都可以讲很久 然后 去参加过这个团 就是我走的是西密道 我刚刚是西密道 我就可能前后就快要四五十分钟了 就很长 对很长的时间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讲出非常多的故事 大家还可以再期待 你上次是西密道是走下去 是沿路上来 对 下次你应该要再去一次 东密道 西密道还有一个更新的玩法 更新玩法 是新跟我们讲一下 透过一下 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知道说 它可以通往什么地方 所以之后可以走出去 我们未来会把那个门打开 之前的话就是西密道走到那个 密道的底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头上来 对 对它是前面的门是没有开的 所以现在 我们是未来希望就是说 能够让客人更能够体验 它密道的整个完整性 对 那东密道的部分的话 东密道 就不一样 东密道它就整个就是出去之后 就是一路比如说密道 行程然后到我们的秘境花园 然后参观孔二小时过去 其实它整个行程下来 大概也要50分钟 然后大家要上来 我们有接驳车 让大家就是从孔二故居那边 整个接驳上原山的镇馆 所以它是整个一个trip 还有我们还会送纪念品 还有纪念品 对 每个人参观完之后 原山大饭店其实自己 做了非常多各种的文创的 产品非常地多 对 那个你知道那个 以前原山饭店的客房的钥匙牌 不是像现在那个IC卡 很轻哦 对 以前是一个很沉甸甸的钥匙环 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钥匙 对这是一个货布钥匙 那个货布钥匙 那这个印记呢是孔二小姐设计的 而且当时这些这个货布呢 是要从美国专案打造 送来台湾的 为什么 孔二这个当然就是它的质感 因为我们借贷是国家的元首 所以这个质感一定要好 那孔二小姐 每一个每个都非常地实际 对那孔二小姐它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很多人他那个钥匙 放在口袋里面 容易找不到 对 他认为说他就那个货布钥匙很重 放在口袋里面沉淀电的 你一定记得 你一定记得钥匙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2015年啊 改这个IC卡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不高兴 觉得没有那种旧的感觉 没有那种尊荣感 后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所有客房 换下来的这个货布钥匙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 同样造型的货布钥匙厂 一共有374个去组合的 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 作为文创商品 那我们送给客人的纪念品 我们会有很精美的零芯片 然后包括就是我们在疫情期间 打造的这个点灯 Zero 神鹿 然后平安 加油 其实客人都非常喜欢 OK 所以现在的圆山大饭店 跟以前想象中的 或说你曾经去参访过 曾经去住过的圆山大饭店 其实是已经很不一样了 它的范围包含的 像是年长的或是小朋友 其实都有一些行程可以去玩 我们希望就是圆山的这个 它的故事跟文化 能够继续的传唱下去 因为圆山它毕竟是台湾 最老的一家饭店 它这个我常常在讲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 不赶快把这些 即将退休同事的故事 写下来的话 这些精彩的故事 以后都没有人知道了 比如说我们过去承接代 在这个伊伊莎白泰勒 玉婆 玉婆在原山住过两次 她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她很特别 因为她完全不喝开水的 她不喝水不喝茶 她把红酒白酒当水喝 这就是太强了 你知道吗 这就是她 还有一次 蛮有趣我也是听前中讲 有一次她手不小心扭伤了 然后都好不了 后来我们那时候总领办 就给她两块沙龙巴士 隔天听说好了 她就很开心 她就特别说 这个我们总领办 拿这个沙龙巴士给她贴 真有效 药膏有效 有效 蛮特别的 她应该以前 在美国应该没有接触过 这种的中国式的东西 最近还有一个 比较应景的一个新闻 前阵子不是东家王国 不是地震 海啸 其实东家王国的国王杜鲍四世 现在是六世 杜鲍四世在我们原山 住过七次 哇 这么喜欢原山大饭店 但是你知道吗 她的盾位很大 她有400磅 她400磅 她400磅是等于多少公斤 大概200公斤吧 200公斤 那等一下她的床应该要特质 然后她的夫人有200磅 所以你知道原山呢 200公斤加上100公斤 就300公斤了 所以我们现在新的总统套房 那一张床呢 就是为他们夫妻所打造的 哦 原来是为东家 你知道因为那个一般 东家是国王 对对对 国王 国王你知道吗 那个一般床不是四只脚吗 对 我们这张床有16只脚 所以特别为她打造 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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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座椅 她的椅子要特别打造 等于是也是要两人 大概就是我们今天 本来是一人的顿位 对 本来现在做了两人座 就是这个两人 我们这张桌子把它合并起来 就是他们的 她的椅子 那当时我们饭店帮她做了六张椅子 就为了她做了六张椅子 那这六张椅子呢 有两张是放在他们的卧室 嗯 两张呢就放在她所有在原山 接待的外宾的时候要做的 所以 另外两张呢 会跟她到处跑 因为她那时候来台湾 中华民国的时候 她是要到全省去参访嘛 对 所以那两张椅子会跟着她走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会帮她打造这个椅子 所以听说有一次她 呃 我们政府邀请她去国父纪念馆 对 去参加一个活动 对 就她的椅子她坐不下去 嗯 就把那个手 手一臂 一把 手把 手把 给拆坏了 拆掉 拆掉 把一张椅子变成两张椅子 让她坐 是这样而来的 你知道吗 所以 这个原山大饭店的服务品质 真的是没话要讲 我们 都对于这些国家的元首 还有一些 呃 外籍重要的一个宾客 都是会特别为他们量身打造 一定要 量身打造 对 所以这东西 国王这 他应该 难怪会来住七次 对 因为实在印象太深刻 而且 他是第二名 他是第二名嘛 第二名 我讲 住原山饭店最久的 最多的元首 国家元首 七次嘛 七次 那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是新加坡的总理 李光耀 对 他也来 也常常来住 对 他一共在原山住了 25 26次 所以每一次来 几乎都住原山大饭店了 对 其实你知道吗 有一次 其实我以前在 我在写原山故事的时候 我才写它25次 因为我的记录上面只有25次 后来有一次 因为他过世的时候 有一次听那个李显荣总理 在去出他的父亲 第一次来原山的时候是 1963年的5月 那那次我们没有记录到 所以我现在就改写历史 改写我们的原山故事 它变成 它是26次 这真的是很特别 就是说 副总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 因为原山70年太多东西可以写 你刚刚讲这个东郊国网 我就觉得这非常的有趣 我觉得我们每天都在写历史 我跟我的同事讲 就是说 与其像我现在要写 我60周年 新的时候写了原山故事 我为了要追溯 这个前60年的故事 我千辛万苦 去问了很多资深的同事 有时候真的来不及问 他们都已经走了 那我就跟我同事讲说 我们现在把重要的历史 都要把故事都把它写下来 以方便大家以后 在做这个故事的集结的时候 能够有更精彩的片段 能够记忆下来 不懂还有什么总统 是很特别的 哦 有啊 那个沙烏地阿拉伯的国王 沸瑟 沙烏地阿拉伯王 对 你知道吗 他那个是一个非常有钱的 有钱 超有钱的 他来的时候 请问他来的时候 有带多少冰飞啊 不是 其实你可以想象 那个冰飞是应该是那个 沙烏地尼的 哦 沙烏地尼比较多 对 那个我可以再讲 你知道那个 沙烏地阿拉伯国王 他在1971年来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住在我们的 第一代的总统套房 我听我们接待过他 这是服务过他的这个同仁 他说 他给我们同仁的小费 一次都是200块美金 哇 都是200块美金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去服务他了 对 对 因为你知道吗 有钱嘛 对 那当时他 大家会排队拿小费 也不至于 我们都有很好的教育 对 那时候你知道 因为他来原山的时候 他有一道菜 他特别喜欢的 就是烤鲁哥 烤鲁哥 对 他特别喜欢 然后听说他要离开的时候 还特别请原山饭店的同事 帮他准备 我们帮他准备的50只 让他带回去 50只 让他带回去 沙烏地阿拉伯 真的太爱吃 这个烤鲁哥 觉得是很赞 那刚刚讲说 史瓦蒂兰的国王 没有 因为他的母亲也来过 对 然后史瓦蒂尼国王 他当时 我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 他来台湾嘛 来看他的小孩 因为他小孩在这边读书 那他带的是 很像是第十几位嫔妃吧 第十几位 第十几位 不是 当然一次出国 不能全部带出来 一次带一个爱妃来 对对对 那时候是第十 我不晓得是第十几位的嫔妃来的 对 所以也是很大的阵价 而且他们 国王进场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 应该是一个 祭祀专门 就是一个 进场 他从下车要进来原山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 负责这个 我所谓的进 是进化的进 就是他会口念的一些战语 然后为他的国王开路 然后会撒玫瑰花 哇 好浪漫哦 杜包四四也是一样 对 等一下那他要进来的时候是 深人物济吗 就其他的 对 他会请大家 会必须在旁边 对 然后会 比如说一面念 他们国家的一些 一些咒语之类的 会进化他整个场地 好气派哦 对 就是我也是 我觉得在原山 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 一个状况 对 好 我们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副总 带我们看很多的故事 同时也带来很多的美食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就是原神大饭店呢 提供我们两份的 蒋夫人非常喜欢的红豆松糕 要送给我们的好朋友 请你们呢 在我们的看完影片之后 下面呢留言 在留言区留言 那我们会抽出两位 然后呢 再请我们的小编跟你联络 然后把我们这个 非常好吃的松糕 而且是一大份 是一个原型 对 六寸 六寸的 寄给我们的好朋友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 谢谢副总来到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分享我们这么多 原山大饭店的故事 非常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春愉快 虎年虎虎生风 谢谢大家 谢谢副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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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